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十二星座中渣男眼中最好片的三大星座女 一 巨蟹女 作为水象星座的巨蟹座 非常温柔 时常带有母性光辉 那么感情也是感性的巨蟹座生活之中很大的一个比重 感情能对巨蟹有多大的影响呢 这么来说吧 一旦进入感情状态的巨蟹 当恋爱顺利时 什么都是顺利的 巨蟹看什么都是顺眼的 可当感情出现问题时 巨蟹就陷入了水泥的状态 为什么她还不回我啊 我这么主动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哎 今天看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想赶紧分享啊 但是为什么 都到现在了还不回我 是不是去找别的女生了 二 天蝎女 天蝎做爱一个人会很慢 会溢出来 只要是关于你的消息就不自觉的想去听 关于你的一切她都想去了解 生活很苦 你就是她的天 会无时无刻想着你 就算在工作 心却已经飞到你的身边了 可是天蝎做恋爱脑的前提是天蝎做必须是很爱你 而且你也很爱她 天蝎女在爱情里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傻子 为了维护自己的爱 她自己做出的牺牲也太多了 哪怕有的时候天蝎女的直觉已经察觉到了对方的渣 但也是还会心甘情愿地继续付出 所以难免会招惹渣男 三 狮子女 狮子女可是很要面子的 可是她真的会为了一个她爱的人去低头 狮子女可能表面表现的并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她为了见你而做准备 因为接到你的电话而欣喜若狂 但是这些都是她内心世界的活动 表面上的狮子依旧风平浪静 曾经一个狮子座的朋友跟我说 她真的很爱她的男朋友 可是如果她的男朋友要和她分手 她就算内心再难过 表面上也会笑着祝福离开 狮子是心里爱你十分 表面就表现三分 狮子啊 为了自己的不甘心 哪怕是渣男 也觉得不甘心就这么结束 而继续艰难地维持着自己脆弱的尊严与感情 其实立刻地放下 短暂的通过就会好很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